輸光了!賠錢了!我沒有錢了! 繳房帶的錢都輸光了 我的房子頭期輸掉了 我挪幼公司的帳款賠光光了 最近有一個項目呢 T-SET 跑路了 然後呢剛好我有拍這個APP的開箱 但是如果有看我影片就都知道 我一直強調這個風險真的很高 我是要自己實驗 我在影片中呢 沒有推薦任何人來玩 因為跑路或拔插頭 或自稱被駭客盜取的項目方 時不時就在發生 那我們呢不特別討論這個事件 因為這不是我要講的重點 如果你想做幣圈的投資 或者是想做任何投資這部影片呢 都值得你全部拔看完 那我主要講的是 投資這件事情的心態 因為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對這個虛擬貨幣保持著一種 玩玩的態度 而對於高報酬的新興產品 我是很沒有信心的 常跟我私下往來的人 或跟我接觸的朋友都知道 但是呢我又不希望自己過時 所以我經常抱持著 學習的心態來投資看看 那也曾創下呢 兩週400%的回報 可以看這部影片 那我自己本身呢 也非常喜歡分享投資的策略 跟心法給大家 所以呢我之前就拍了超多 關於投資理財的相關影片 在這裡 那有機會接觸到T-set的呢 是因為我幾個在地圈的朋友 跟我大力的推薦 跟我說這個有多好賺 有多好賺 有多好賺 雖然他們的車很破 衝啊老破車 也沒什麼實際的資產 但是我就抱持著 謙虛學習的心態 來賠他們玩一下 還有一個部分是想說 萬一賠錢 你們這些人以後 就不會再煩我了吧 所以呢 當時呢我就開了兩個帳戶 用不同策略來玩 兩個帳戶呢 都分別是3000多U 那這6000多U呢 這金額呢 是我認為可以小玩 有鑽頭也有感覺 就算賠錢 也不會很痛的一個金額 因為我本來就不相信嘛 所以我原本 預估入場的時間是15天 出場獲利了結之後 再拍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 雖然我知道這種money game的遊戲 都遲早會爆掉 但是我沒有想到 會爆的這麼快啊 那我的將近7000U呢 也就這樣整個都賠掉了 那就在我剛進去 剛好一週的時間呢 就爆掉了 就一週七天 所以這個影片呢 我就提早拍了 那爆掉之後呢 我就看到社群裡頭 很多人在聊這件事情 我猜這個 大概真的投資的人 大概十分之一 那有一部分呢 是壓上自己的身家 或是賠上自己沒有辦法承擔 而且會很痛苦的金額 只有少部分的人賺到錢 所以在這邊呢 我要跟大家聊聊 就是如何有一個 健康的投資心態 首先 除了創業型以外的投資以外 年化報酬率只要超過12% 我就認為是 超高風險的投資標的 而這次的投報年化呢 竟然有1080% 也就是說 超過我認知的高風險投資的標的 將近100倍 有趣的是呢 大部分人都知道有很大的風險 但是他們卻認為自己能夠安全的下車 這個就是很常發生的 倖存者偏差 我常講一個觀念 你的收入呢 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跟你密切 往來幾個朋友的平均值 但是大家的注意力哦 幾乎只會關注到那些 有賺到錢的人 認為自己 也有機會跟他一樣 也會賺到錢 我也看到很多群裡頭的人 要找人來怪罪 就說 他們就是看著誰的影片 才決定加入的 記住哦 YouTuber是媒體 他不是你朋友 他講的話呢 你要自己去評估 不然如果他拍影片說 狗屎很好吃 然後你就去吃狗屎 然後吃狗屎吃壞了肚子 就說要告他 你覺得聽起來合理嗎 不合理嘛 對吧 再來就是幣圈的投資 基本上台灣的法規 還不是很成熟 基本上是沒有法可以管的 所以呢 群裡的人呢 也很多人會抱持著期待 希望可以透過一些司法等等的機會 把他們的錢要回來 但事實上呢 我覺得這個機會呢 是蠻渺茫的 最後呢 我也問了很多在幣圈的朋友 有賺到錢的人 他們都幾乎跟我講了一個概念 就是 你看我現在賺那麼多 是因為 不知道我之前賠了多少 沒錯 人生不是得到 就是學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也期許那些賠到脫褲子的網友們 有機會 也可以重新站起來 那千萬不要想不開 那那些看戲的朋友 也不要取笑那些賠錢的朋友 一定很多朋友說 你看 就說這是資金盤 就說這是騙人的吧 你們要注意啊 你們不會因為笑你朋友賠錢 你便有錢 資金的損失呢 代表了也深刻的學到 我再次強調 人生 不管是投資理財 不管是談戀愛 不管是工作 任何時候 不是得到 就是學到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賺到的錢 我是賺錢好男 謝謝你們法帥 如果有任何意見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再次回見